歡迎收看有評有劇看台灣 我是王時期 禮拜天就要進行投票了 一共有兩場選舉 一個是在台中有立委的補選 那麼在台北也有一場立委的罷免案 究竟最後階段呢 衝刺雙方陣營呈現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態勢 我們今天要好好的來討論 另外就是看到嚴加的這一些 關於土地還有違建 甚至跟捷運戰有關係的這些爭議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最後的選情 以及嚴清標在這個時間點 竟然傳出身體不適住院了 這又會對選情投下怎樣的變數 今天都可以好好的來討論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民進黨的立委 鄭運鵬 大家好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張思綱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東豪 大家好 好的一開始我們就先來請教一下 東豪啦 就是說因為這個消息還蠻突然的喔 是在昨天晚上傳出來說 嚴清標好像身體不太舒服 血壓標高然後就送到醫院去 掛急診了然後呢他躺在病床上的照片就被傳了出來喔 因為距離投票時間蠻短暫的 這樣子的事件會不會對於中二地區的立法委員補選造成怎麼樣子的影響 第一個我先講喔 我相信彪哥的生理狀況是真的有問題 第二個就是對於禮拜天的投票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在最後的這個48小時裡面 像這樣子的事情都是對於主要的兩個陣營 不管是顏寬恆或者是林靜怡來講 都是考驗都是考驗 那彪哥為什麼我是說這件事情我相信他生病是真的喔 因為他的風格來講不會作假 所以他一定是生理出狀況 所以但是呢因為他是從D-card開始傳 這是一個以年輕人就是學生喜歡用的一個社群網 社群網站 那他一定會產生影響 因為就會有各種揣測 那這個時候呢其實就是考驗的是林靜怡的陣營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犯錯 或者是說不一定是林靜怡的陣營 就其他的人不相關的人 也許他講了什麼話 或者或者做了什麼事情 也可能造成影響 那對於顏寬恆的陣營來講 這個彪哥的生病當然是一個吹票力氣 他會就是我們可以這麼講 同溫層是一種反應 游離票是一種反應 所以你要把它拆開來看 如果我們要擴大地講的話 其實在最後48小時 或者說過去這一個禮拜 有幾件事情你是要注意的 在彪哥生病這件事情之前的話 其實是柯媽媽 柯媽媽的巧遇這個顏寬恆 這個待會我們也會深入來的 但是我就一次把它講 因為你要把柯媽媽的動作跟陳佩琦 柯文哲他太太的臉書貼文合在一起看 這個都是支持顏寬恆的 也就最後一個禮拜是顏家的絕地大反攻 有的是刻意的安排 有的就是你要把它當巧合 柯媽媽加陳佩琦的貼文都是在呼籲 呼籲支持顏寬恆 那顏親標格的生病 這就是剛好遇到 那對照組就是 林靜怡這邊 就是這個時候你要很穩 你不能犯錯 你不能講錯話 你不能做錯事 包括你的支持者 但是有一個不可控的 就是像四叉貓 四叉貓就是不可控因素 因為四叉貓在網路上 本來就是網路名人 他是網路名人 像他的揣測或他的看法 會不會有些影響 但是這是你不可控的 還有一個第三個 也許也要注意的是疫情 疫情 疫情在北部會 像台北市會比較緊張 所以他也許還沒影響到中二 可是可能會對1月9號 另外一個罷免案林常佐的 也許他就有影響了 因為我們會關心的是 出席率的問題 那在這個距離投票的時間 越來越短的狀況裡面 我們來看到雙方兩大陣營 你看看這個是綠營林靜穎 然後總統下去幫他這個站台 副總統也下去了好幾趟 然後最後這個階段 林靜穎是跟著民進黨的 各層級的公職人員一起去 挖車掃去敗票等等的 鄭文燦 潘夢安 林佳龍 通通都排滿了掃街敗票的行程 看起來這個隊伍是非常的完整啦 那可是你看嚴家的部分 黨中央是用催票電話小組 人倒是沒有怎麼跑到這個中部 特別是大家都很關心說 朱立倫朱立倫黨主席怎麼都沒有下去 這也很奇怪 好 黨中央打9000通電話要進行催票 然後嚴家現在傳出來的消息是說 也要求他們要把醫院或療養院的長者 全部載出來投票 這個我覺得還滿困難的 療養院跟醫院的長者他們在生病 你要派專車去載人出來投票 這個東西我覺得滿特別的 能不能夠達成不知道 傳出有民眾蒐集借用身分證等部署 這個都是傳出來的狀況 但是會是不是真的有這種狀況呢 可能要當地的人才知道 但是我想先請教一下運鵬 就是說你怎麼樣看待兩邊的隊伍 民進黨你下去了幾次 整個隊伍很完整 罷免陳柏惟的時候 我印象中是一次到兩次 就是他們安排 因為陳柏惟不是民進黨的 我們都是要接受激進黨跟陳柏惟 總部的安排 所以至少有一次 那林靜宜就四次 到昨天四次這樣 我們看起來就是整個民進黨 因為只有一場選舉 另外一位罷免的投票 同一天是林昌佐 但是他也不是民進黨 他是無黨的 所以我們都能幫盡量 協助他們的需求 我看到林昌佐那個也是台北 就是民進黨的市議員也好 立委也好 通通都跑去幫他 因為議員是全程 就是我到林昌佐那邊兩次 兩次所有的議員都到 所以他們應該是每天都在協助 所以我們在對台中這場選舉 應該算請朝而出 那國民黨就是班師回朝這樣 大家就在台北 可以到沙綱就到沙綱 那這表示我們對他們重視 這個就是有可能 如果我們這樣比喻好了 就是嚴加在中二選區 應該是全台灣最強的地面戰 說不定雲林張家還沒有他們強 真的嗎 說不定我不曉得 兩家有拚 最強的地面戰 然後我們只能用最強的空戰 那因為有這個選舉 所以如果我們任何人不去 看到嗎 抱歉 抱歉 譬如說今天總統說 我們最近職務比較忙 或者有什麼事情 他不去好像也講不過 就有人說 你看總統是故意切割什麼的 那以現在我去了這樣四趟的狀況 我覺得在氣勢上 應該是在那個 我們這邊是沒有錯 氣勢上 但是這個選舉 就是最強的地面戰 你越強他就越強嘛 這個一定是相對的 所以你如果他們不一定還是強 但是你越想他就是會全力以赴 但是他們的分工就很明顯了 就是這個一定是尊重候選人 但是很顯然就是 嚴加他們選擇說 我們自己來就好 你告訴我你不要來 包含說我在那邊看到看板 那連黨會都沒有 沒有什麼中國國民黨都沒有了 就表示他們氣勢不好 掛了有時候 那個有時候就代衰這樣子 所以這是整個國民黨 必須要去檢討的 新任的主席上來了 然後也是一個新的團隊 然後而且唯一一場選舉 自己論上兩邊應該是旗鼓相當 中二選區沒有誰特別優勢 如果以優勢來說 可能國民黨優勢一點 優勢選區算成這樣 國民黨就真的應該要檢討 就是他們就是零肉分離 你走的路線跟他們的運作 是兩回線 怎麼這樣子講人家 零肉分離 那不然換另外一句 就是說他們的價值跟操作有落差 所以他走的路線 如果兩岸也好啦 什麼也沒有 其實好像跟嚴家的選舉都沒有關係 對不對 那他們要走的是那個同舟計畫 那同舟計畫就是家裡人都回來了 嚴家本來就屬於這種 爸爸不能加入國民黨兒子進來 對不對 那好你同舟計畫好了 那這樣子切割 然後反而但是你的這些頭人 就是這些大頭們 卻不能到那個鹽寬河那邊去浮選 或不知道是為什麼 或他們不願意接受你們來 就表示說你們這些人來 對我的選舉沒有幫助 民進黨是希望多多益善 然後那他們是希望說 你們不用來我們自己處理就好 這是整個黨如果一個正常的民主政黨 當然是精銳進出打下這一場 因為國民黨公投剛剛敗選 如果這一場再輸 那氣勢很壞 但是如果說國民黨只打組織戰 他們以後會變成說 不是一個本土政黨 而是一個只靠樁腳靠組織的政黨 這個對國民黨來說 因為未來選舉都會很不利 要請教司剛 就是說對國民黨來說 不是應該要以戰養戰 就是現在因為沒有其他的戰爭 唯一的戰爭就是1月9號 這北部跟中部的這兩場 國民黨不是應該請全力的 去幫忙這兩場嗎 可是看起來並沒有這樣子的 請全黨之力在做輔選 然後嚴家似乎也沒有那麼期待說 黨部應該要精銳進出的來幫忙我 甚至連黨會都沒有掛上去 那民進黨是團隊 全部都跑過去幫忙輔選 民進黨跑去輔選 結果國民黨還要罵說 你看都沒有別的事做了嗎 怎麼都一直在輔選 那所以民進黨輔選也要被罵 不服選員 你看放生切割 到底要怎麼樣才對 對啊 其實我聽到很多中間選民講 特別不是那一區選民 在講說為什麼 我們的蔡總統 這些服務院黨高層 其他都沒事了 每天都在搞選舉 這是大家一種心裡面的感覺 跟印象 那第二個 同黨一命同州一命 然後選舉有不同的方式 那有的時候需要 你這個中央支持員多一點 有的時候的支援是檯面下 就我所知 其實很多檯面下的一些協助的活動 包括電話 協調等等 各種方式的吹票 甚至在這個人際網絡上面 把它再連結得更緊一點 把票吹出來 這些事情呢 每天每天都在做 但是不一定是要輔助檯面 不一定是選舉 每天是要跟大家報告說 今天我跟誰誰誰打了電話 我又跟去哪裡看了誰 然後跟去哪裡拜託了誰 那我覺得選舉 本來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還是嚴加其實喬不太起功 不會啦 我覺得大家有不同的分工嘛 然後特別是在地方上的吹票的部分 因為每個脈絡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熟悉的這個脈絡嘛 有的時候 大家A脈絡也許是B大佬比較熟悉 然後雙方的派系整合也好 或者說其他的一些工商團體的整合也好 其實他一直在運作 所以我覺得選舉 我們把選舉如果變成一個 只是一個媒體化 尤其每天翹落打鼓 然後看得很爽 然後媒體有畫面露出 大家以為那個才叫選舉 其實並不是 我想大概很多早期 甚至像民進黨很多的朋友 他在地方上選舉的時候 組織戰也很強 組織戰也很強 很多中南部的這個民進黨的 這個立委跟縣長等等 組織戰比國民黨強得多 甚至很多是接收過去 國民黨熟悉的一些農漁會的組織 所以我覺得基層組織戰也沒有所謂好壞的問題 就看這個政治人物在當地的深耕 還有經營方式 他原來讓時間越久的人 在當地的組織脈絡就越熟 越有可能發展出自己的一個組織戰 所以說為什麼這一場選舉 大家都不敢嚇住 這現在不能講 這賭博是不能講 不能夠去拚輸贏 大家覺得說 好像感覺這個輸贏之間 大概就是兩三千之間來回 為什麼 因為都很難去預估 組織戰到這一場選舉裡面 發揮多少效用 然後空戰轟炸到最後 會不會到最後一階段 會疲勞轟炸 疲勞轟炸大家會反而出現了反感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舉 覺得最難測大概就是這個點 所以就是國民黨其實是有在 檯面下鴨子滑水的幫助嚴家 去進行這一場輔選 那現在看起來雙方的情勢 仍然是呈現一個極為緊繃的狀態 會怎麼樣發展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談 歡迎回來我們講到這個 台中中二地區的這個立法委員補選 結果呢 前兩天我們還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嚴寬恆跟柯文哲的媽媽 柯文哲的爸爸 哇 竟然同框了喔 然後呢 這個 到底他們是巧遇呢 還是其實有約好 因為呢 在見面的過程當中 柯媽媽有稱讚 喔 贏官和人講話很溫柔啊 沒有讓他氣焰囂張罵人啊 實實在在的啦等等的 然後呢 喔 我兒子柯文哲每天都被林靜儀罵了 林靜儀有夠兇的啦 那可是呢 這件事情 後來 馬上 柯媽媽似乎 接到了電話之後有點反悔 她就說 我不認識嚴寬恆 嚴親朋友我也不認識 啊 我沒有說我支持嚴寬恆 他們不是就在一起吃飯 還一起比了這個手勢嗎 這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啊 那所以 嚴寬恆安排了這一場 這個局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爭取到民眾黨的支持嘛 那白色跟藍色 我們越走越近這件事情 不是本來也就往這樣子的方向去進行了嗎 那為什麼柯媽媽要突然間反悔說 沒有 我沒有要認識他 到底要演哪出啊 運某 我也不太懂 就是說說巧遇也太巧了吧 不可能那麼巧啦 就是剛好他被訪問了 為什麼媒體會知道他爸爸媽媽去哪裡進鄉 對不對 然後還剛好在講到林靜儀就罵他兒子 然後就講到說嚴寬恆安排了 有一個比較厚道 然後嚴寬恆就出現 出現又巧遇又講好話 最後還不小心比了一個有 那跟號碼一樣 不然你就比一個讚 你不認識還去給人家請吃飯像話嗎 請不請吃飯我不知道 這太巧了一定是天作之和 但是天作之和其實已經前面有很多跡象了 以公投來講好了 公投我在節目上就有講 全台灣這樣下去看 民眾黨的支持者 時代力量的支持者 跟國民黨支持者幾乎投票一致 全台灣都一致 對 所以民眾黨在做這個是 到底他想要去靠國民黨 還是國民黨要靠他不知道 但是他們的很顯然 你民調下去投票下去的支持者一致了 那是誰要假象要怎麼合作 那如果嚴加知道 那個民眾黨的那個 柯文哲市長的爸爸媽媽在這裡 理論上我是候選人 我也要避免爭議 因為現在大家不管是什麼樣事件 盡量不要避免 要避免要爭議 因為最後幾天會變數嘛 要我嚴寬我一定迴避 除非我知道你要來聽我的 對不對 我就覺得這個人也不懂的 如果沒有孝順 他們也說他們對這個保持中立 那你就要理 你這樣不要去碰 這也是禮貌 怎麼來這裡 大家這樣避免 所以這個巧合真的很巧 以後會越來越巧 那他這樣子可以 可以爭取到多少 因為民眾黨跟顏寬恒 顏家都是孩子 他們都不是很懂那個妹妹咬咬 所以他們我們可以原諒 但是我聽柯文哲市長講 我說政治其實要誠信 柯文哲也一直嘴巴講自己 說民眾黨誠信 但是如果巧遇是BAN的 兩邊還套好 那就是講不會錯 這是幾回數 另外對民眾黨來說 我有去分析 就柯文哲說有些好事之人 我不曉得是好事是媒體 想要炒作這個 還是好事是他們什麼黃文才 在裡面居間牽線的什麼主委 我也不知道不認識他們的 如果你的黨工 帶著主席的爸爸媽媽跑選舉 攀榮附奉 要跟柯文哲更近一點 這個就是公器私用了 不管是你柯文哲讓你的爸爸 叫黨工來帶爸爸媽媽走 還是黨工想要去 那個攀親富貴裙帶關係 去要跟柯文哲更接近 這都是公器私用 公器私用就嚴重 一個新興的政黨 我說他還是這樣 新興的政黨內規不是很清楚 這些進進退退倫理的 那你要搞清楚 像柯文哲市長他們的團隊 他們的民眾黨剛成立之後 很多寄生在市府的 寄生在公司裡面的 寄生在立法院的 這都發生過 如果現在寄生在黨部 所以你現在要求他們不是 不是很為難嗎 因為他們一直都這樣 所以以前教不聽 如果現在是 你的主席的爸爸媽媽 如果要黨工帶 這個不對 你沒有做好切割 以後大家有事情 就會去拜託他爸爸媽媽 路線比組織重要 這我也是剛剛提醒國民黨 如果國民黨是做的 是一個台面下的政黨 選舉都靠台面下 民進黨做的是台面上的政黨 那樣子他們不會 成為一個成功的政黨 其實政黨本來就是 路線比較重要 可是這件事情放在民眾黨 就從來不是問題 因為民眾黨的路線 一下子走這邊 一下子走那邊 或者是根本就沒有方向 但是因為現在 比較眼前的問題就是說 嚴寬恆的這一個招數 其實目的就是要吸民眾黨的票 那真的有效嗎 他可以吸到多少票啊 東豪 那麼假的 民眾黨跟柯文哲之間的關係 是柯文哲大於民眾黨的 第一件事情 對 所以他可能會 會不會像親民黨那樣 是個一人黨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他在這個選區 中和選區裡面的影響力 有多大 以2020年的政黨票來講 中和選區每一個地方 他都有11到13%的選票 就是他一定超過一成 超過一成 那很補喔 所以你就知道中和選區 好 因為怕中選會有MCC 所以我那麼講 這個地方就算到投票當天 你可能都沒辦法猜 他到底會怎麼樣 因為沒有潛力可以參考 那柯文哲柯市長 一直沒有直接表態 可是你把兩個人的動作 連在一起看你就會看得懂 他就是眼眶很為什麼 一個是柯媽媽 對 柯媽媽比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 柯媽媽後來講出那句 我不認識顏寬了之後呢 馬上有補救措施 就是柯太太 柯文哲的 陳佩琪醫師 他在禮拜四的臉書上 有那麼一句話 我把它唸出來 就是說 柯文哲 先生今天出門前 說出他的感受 言跟他 2018年選第二任市長時候 所受到的待遇一樣 所以這個是 這個就是說 他就說 含蓄的在挺嚴 對 柯文哲在 嚴寬和跟嚴青標 這件事情上面來講 他做了一個有點奇怪 有點扭捏 就你要挺嚴寬和 嚴青標其實可以很 那為什麼不大大方方 為什麼要扭扭捏捏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要觀察它 到底實質上影響你會怎麼樣 可是 因為 這個柯媽媽比了個五 然後又說我不認識 我沒有說他支持 顯然 經過這個事情之後 馬上做補救措施 補救措施就是陳美琦出來寫點書 寫很長 寫很長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後面的關鍵 這次婆媳都挺同一個人了 對 而且他講了說 我先生 先生早上出門前講 柯文哲不方便講 由陳美琦把它洗出來 那這個到底對民眾黨 未來發展 或者柯文哲未來發展 是好是壞 我現在沒辦法論斷 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嚴青標標格 會還這個人錢 那未來就看吧 所以其實 對於柯文哲來說 他其實目的很清楚 他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按挺了嚴寬恆 其實他跟國民黨之間的那個票 會彼此的流動 所以這一次他幫了嚴寬恆 那彪哥也會在下一次的時候 還給柯文哲這個人情 所以接下來 藍跟白之間的選票流動 會是怎麼樣子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還滿值得觀察的 可是要請教一下司剛 就是說 因為這個 只剩下沒多少個時間 就要進行投票了 可是在最近這一陣子 的這個爭議話題裡面 我們要看到下一張 就是嚴寬恆 其實他去爭取這個客家的票 民眾黨的票 OK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回歸到他自己下一張 嚴加自己的土地上面的問題 違建的問題 國有地的問題 還有就是台中捷運站的這些問題 包括了捷運陣營附近 他們家有一大堆的土地等等的 然後這個國有承擔署 跑去嚴加要會看 結果他們家又不開門 說這些東西會不會變成 這個嚴寬恆選舉的一些複數 在早期 選戰開始的早期 大家對於這個土地 還有房屋等等的事情 確實會引發很多的討論 特別是很多的節目 每天24小時在做這些討論 但是我覺得到了選舉的最後 最後這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十天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邊際效應 大概已經在降低 第一個 沒有人會相信說捷運站的設置 是因為嚴加在附近有土地 這種事情 沒有人會相信嗎 我們沒有人會相信 任何一個政廠都不會相信這種事情 真的嗎 因為捷運站的設置 坦白說很多是當地居民去爭取的 然後配合當地的民代 里長 因為我們也受託做過這件事情 而且成功爭取在設置那邊設議站 OK 所以 不用置入你的 所以重點就是說 設置是你的選區 選區40北斗的選區 有置入有置入 又置入一次 所以說這個 那我們去爭取之後 誰知道那附近有什麼土地呢 不知道說不定有土地人是 說不定跟親哪一黨 我這邊也有問號 OK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大家去做這種公共設施 那佔國有地呢 這個 罪狀比較嚴重了吧 這個部分我是覺得 這個也讓大家上了一課 就是 國有地不能佔 自己參選的時候 所有的家族 很多都不一定是 顏寬盆盆自己的房子 或他自己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是他家族 所以這個也讓大家學了一課 以後選舉 任何選舉 一定要查一下 家族前後三代的房子 有沒有出任何的問題 不是 你這個扯遠 這個就是他 就是顏寬盆盆 以及他太太 這個不是家族三代 所以你知道國有財產署 我覺得在這一次的選單過程當中 也是很 表現很積極 很積極 讓你很多的認定 也是要讓台中市政府來做認定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攻擊 確實會傷沿航很 我覺得絕對會傷 不可能說完全不傷 如果完全不傷的話 就不會繼續打 就不可能打兩個月 一定是多少傷 但是你到後段之後 我覺得大家還是會回到 就是說 這樣打到底編劑效能到底多少 特別是柯文哲 還有民眾黨的加持之後 加分之後 我覺得對於整個選舉 說不定會產生變化 結果沒有想到這場選舉 反而是在最後的這段期間 有些人是案子越報越多 然後可是卻又跟其他的政黨 這個要去搶票 變數反而都出現在最後一個禮拜 究竟會怎麼發展呢 我覺得還滿值得期待的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收看有評有趣看台灣 我們來看到這個禮拜 還有一位大明星出場了 他是誰 韓先生來敲門 這是韓國瑜 韓國瑜他辦了一個新書的見面會 哇天啊 結果韓粉們從一大早就開始到現場去排隊 在大安森林公園 所以很多人就在戲稱說 韓先生來敲門 他敲誰的門呢 敲國民黨的門 敲朱立倫的門 那朱立倫跑哪去 朱立倫趕快從後門溜走了 那其實不只是這個新書 韓國瑜還特別宴請了台北的市議員 然後還有一些你看什麼羅志強等等的 然後遊俗會等等 設宴請議員 那所以就很多人就在評論 就認為說 那所以韓國瑜要付出囉 那所以他是不是要選台北市長 要不然幹嘛請台北市的議員呢 所以這個要先請教一下司剛 韓先生來敲門是要敲2022的哪扇門 還是2024的那個門 他是這一本書的名字啦 那敲的是那個行善的大門 OK 你真的是發言人100分 對 Anyway就是因為我們這幾位 我們這幫就是議會的同事啦 他們在過去在2020大選的時候 跟韓先生他們的互動就比較 也蠻高的 你沒去你都沒有在互動喔 我們對怎麼沒有去 下次我也要去敲他的門 我也要去敲韓先生的門 這樣子啦 那至於說傳說他會不會選台北市啦 或是什麼桃園啊等等喔 那據我自己的了解是都沒有這樣的規劃 那也不乏說有人希望 特別是桃園 特別是有一些桃園希望他去選 但是我們目前了解韓跟他自己的目標 沒有把這當成 當成今年會做的事情 也就是說 有些人期待他什麼付出政壇啦 然後在2020的選舉裡面 在攫取千堆雪 在引發很多的討論 在刺激很多收視率 那基本上在今年是不會出現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太小看人家 就是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 他兩年都在成績中了 然後突然間出了一本書 然後呢我又弄了個基金會的董事 他這個當然是要重返政壇的起手勢 但是我覺得他未來可能會變成整個泛藍裡面一個重要的砝碼啦 砝碼 就是他會移到哪裡 移到哪一邊可能會對那個人會有一些影響 我覺得他會有一些帶動他自己支持者的一個功能 那他就是一個深藍的代表啦 然後他能移到哪去 我是憑良心講啦 就是說每個政黨裡面的光譜都各有不同啦 也有深藍深綠啦 那深藍這一塊確實在心裡面 最近很 這兩三年確實心裡面很不愉快 確實有一個悶氣啦 一個悶氣 那韓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是一個情緒的一個出海口 但是大家到了選舉其實也會想 因為畢竟還要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 所以未來誰能夠來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 我覺得這樣對國民黨來說是必須去思考的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東豪啦 就是說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說 台面上的這些人 包括了戰鬥欄的幫主趙少康 或者是黨主席朱立倫 其實都沒有這樣子的能量 國民黨還是需要韓國瑜的 因為當韓國瑜只不過是出了一個慈善的這個心書 你看看那些群眾的熱情 就是感動到幾乎要飆淚了 你說當國民黨有一個能量這麼強的人 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能夠不重視他嗎 他的出現 他的重新回到這一個政治領域裡面來 你覺得會對於國民黨裡面 產生怎麼樣子的變化嗎 我們分兩塊講 如果單純就現在的國民黨來講 當然韓國瑜最大 哪怕他在2020之後 沉積了那麼久一段時間 那大到什麼程度 朱立倫 趙少康跟韓國瑜 用臉書來講 元旦那天的貼文 朱立倫跟趙少康 一個是1.2 一個是1.3 1.2萬跟1.3萬 1.3萬 韓國瑜1月2號的簽書會 他有一張最高的 是在還沒有上台之前 在後台 看著手機 講說他很緊張 要跟大家見面很緊張 那個超 那個是11萬多 所以朱立倫只是人家的零頭 簡單講就是1比1比11 那所以以現在的國民黨的黨員結構來講 韓國瑜 韓國瑜是非常強大的 對啊 可是如果就未來的國民黨的話 這個就很麻煩 因為韓國瑜是雙面認 韓國瑜為什麼會在此時此刻的國民黨變得重要 就是因為深藍 或者你可以說韓粉 可是國民黨 國民黨的雙面認識 也因為韓國瑜 他失去了哪一塊 他失去了淺藍 我還不講中間選民 就是 國民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要有一個領導者 這個領導者要能夠把淺藍的先找回來 你不可能靠深藍重返執政 可是要怎麼樣找回那淺藍 因為韓粉 韓粉就是深藍 對 就是深藍 邵邵康也是深藍 就是整個黨 有能量的人都是深藍 我如果知道這個答案 我可以來賣國民黨 我可以賺一點小錢 不會啦 國民黨也不會聽你的 賣不了錢 那我把他把留下來 我想請教一下韓國瑜 就是說看到韓國瑜仍然能夠捲起千堆雪 然後在國民黨裡面 是這個能量最強的一個政治人物 對民進黨來說 是瑟瑟發抖 還是心底暗中竊喜 祝福 其實韓國瑜現在變成兩大的支持者 就是黨工幹部民意代表這不算 兩邊 民進黨跟國民黨的支持者裡面 最歡迎的人就是韓國瑜 那你就知道說 到底韓國瑜對國民黨是加分還是扣分 很顯然不是加分 但是我覺得韓國瑜 我認為他今年不會選舉 我也不認為他2024年會選舉 真的 因為他的個性不會是選舉 那如果他要靠轉型成做一個大善人 那轉變太大了 韓國瑜其實就是一個 那個20年前也是這樣 現在也是這樣很會講話 對 然後講話很有趣的人 很有梗 以前因為這樣被罷免 現在因為這樣變國民黨的共主 最大咖的總統候選人 但是那個就跟嚴加的財產一樣 看起來平常好用 選舉就是變成包袱 所以韓國瑜 如果你變就不是韓國瑜 你不變還是韓國瑜的話 你怎麼選 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可以扛得起大任的人 高雄市長做成這樣 總統選舉成這樣 可是韓粉會放過他嗎 對 那就是這個韓粉 在國民黨裡面的比例是多少 韓粉我相信在全台灣佔的比例很低 那如果在國民黨裡面佔比很高的話 就表示這個國民黨在全台灣的佔比很低 因為你的比例很小 所以你的韓粉在你國民黨裡面可以呼風喚雨 可以領導你國民黨的方向 大家都很怕韓國瑜講話 或者韓粉不高興 這個黨就偏過去了 江啟臣也偏過去了 朱立倫也偏過去了 才會造成說韓國瑜這個勢力 會讓他們覺得很可怕 會讓他們覺得說我必須要敬畏 但是韓國瑜這些人也沒有主張 我覺得沒有 他們其實就是很像戰鬥籃 很像森籃 他們其實不是一個做善事的政治支持者 他們又不是宗教團體 他們又不是說我們都來做環保 我們都來做慈善團體 沒有喔 他們就是會買韓國瑜商品 但是你去看說不管他的基金會也好 他的這些活動 韓國瑜喊 大家都往哪裡去贊助 沒有嘛 他們其實就是政治的支持者 這個支持者就很深藍 現在剛剛東豪講說要把潛藍找回來 現在到底誰是潛藍 以前趙少康 趙少康先生他的節目跟他的論調 因為他有新黨的背景 其實他並不是那麼正統的國民黨 他以前的節目跟調性其實算潛藍 他現在走到最極端的去 然後現在有點潛藍的 譬如說像蔡思平先生 然後像余北辰最近退黨了 有點潛藍的現在都把離開了 那現在還在寫潛藍 沒有人潛藍啊 所以難道韓國瑜是潛藍嗎 他最深藍啊 可是 最深藍一定是戰鬥藍 可是因為運鵬你判斷說 2022跟2024韓國瑜不會選 我看他不會選 可是我的疑問是說 其實因為韓粉他們的集結的速度能量都大 他們一直沒有散 他們一直在找一個投射的對象 他們有的時候會跑到詹亞中那個地方去 有些人會跑到趙少康 可是到最後如果他們非常期待 韓國瑜還是要出來的時候 黨 國民黨是擋不了這種壓力 你2020就是期待韓國瑜出來 韓國瑜就變這樣嘛 就國民黨敗掉的最後跟稻草就是韓國瑜 就是我認為他不會選並不是因為我們很怕他 說韓國瑜出來就當選 不是 可是國民黨自己心知肚明 一出來就鬥啊 但是我又被人綁架也沒有辦法 我們一直在提醒國民黨說 你不能讓黃復興綁住 不能讓黃復興帶著你的中國國民黨走 但是國民黨沒有辦法 所以最近余北辰出來講了一些分析 包含說他的同學群組 我們下一張就是要討論余北辰 其實你去看說這個就是國民黨的結果 如果你讓這一群人綁住 那你國民黨真的走這個路線的話 他永遠沒有潛藍 現在你告訴我誰是潛藍 我想在座裡面 那我跟國民黨接觸最多 對 當然 我中間可能所謂的韓的這個韓粉 或是這個所謂的這個 國民黨支持者什麼黃復興等等 我們支持都很多 但是我覺得 我不是要幫他們講話 就是說大家不要把這樣的一個面貌 看成為整個政黨的風 本個政黨的全貌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韓粉自己都知道 韓國瑜下次要付出選舉 都沒那麼容易 是的 我們接觸到很多的韓國瑜支持 他們也知道 那如果說再來這邊 就給他一點支持 我覺得有點像是一個 就是我曾經支持過一個偶像 或是我曾經對他很喜歡 那他今天又出來了 有點像一個見面會 這個看法跟石剛一樣 對 就一個見面會的感覺 所以當天我有在現場 他們不會再一直Push說 你要出來選這樣 所以當天沒有任何的選舉 叫韓國瑜選這個選那個選這個 沒有 當天他來的時候大家很高興 就排排走 然後熱烈的拿這個造勢氣球加加油 因為人家說 我原來是支持者 但是他退影了兩年 他今天付出了 那我想去看看他 我覺得有這樣的心情 老朋友之間的 對 老朋友相見會 那很多團體之間 也是在那邊碰到面 發現你也來 那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人與人之間的溫度 就是他的 就是政治人物跟他的支持者之間的溫度 那會不會轉換成下次選舉 我覺得以現場我自己的感覺是 大家在台灣下次選舉的時候 都覺得韓國瑜要付出 要找一個好的時間點 跟一個好的環境 我覺得都還 我覺得大家都沒有 還沒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所以我覺得 甚至有人說 如果在韓國瑜再出來選的話 是傷了韓國瑜 會傷了韓國瑜 那你覺得韓國瑜自己的想法是怎樣 我覺得沒有選舉的想法 所以他 真的沒有 我覺得他是沒有選舉的想法 他真的純心要來做善事 但是我覺得他在 也許在社會的這個社會的影響力部分 甚至是政治影響力部分 我覺得還是 他也許周圍的也好 或什麼 他還希望他運用他自己的一些影響力 至少在一些未來的助選的方面 能不能再做一個助選上面 一個很大的助力 那你覺得朱立倫黨主席會不會很害怕 天啊 我旁邊的這些黨員 其實他的能量那麼的強 我覺得朱立倫要煩惱的事情很多 我想韓國瑜的事情對他來說 應該很後面 應該不會從心裡面想過 都好要補充啦 可是因為你知道 他這個沒有動員令 人多成這樣 而黨主席朱立倫 他是動員令都已經下了 你看看公投前一天 多少人陪他睡 沒有人陪他睡 我都下動員令了 你們都還不來 這個是我都不用下動員令 你們人通通都來 嚇都嚇死了吧朱立倫 應該從後門溜了吧 朱立倫就很難堪嘛 就是你會變成一個 你沒有領導能力的問題 那韓國瑜是這樣子 韓國瑜是不會具體規劃自己的未來的人 這是他的性格 所以韓國瑜的優點是什麼 好到底好相處 跟他在一起喝酒吃飯很快樂 那韓國瑜的崛起也是跟這個性格是有關的 但也因為他不規劃 所以他很多事情是臨時起義 你在看這個簽書會是老朋友見面 是不是 是的 他是老朋友見面 但他有沒有要測水溫 是的 那測完水溫要幹嘛 還沒決定 這就是韓國瑜 我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講 就是像韓國瑜那時候要下去選去高雄的時候 他有沒有想過要選高雄司司長 沒有 他是走到那一步的時候 要回台北也沒辦法 就只好 這只好是他 就沒想到 然後前面沒有人理 後面忽然間竄起來 那竄起來剛剛是因為民進黨在那個過程中犯很多錯誤 竄起來之後 然後就當選了 漂亮擊敗成其邁 可是有一句話 為什麼說他 他自己怎麼看政治 他跟我的朋友講過一句話 政治人物的保鮮期很短 那個是在他當選高雄市市長 宣誓就職之後2019年的1月 那個時候他就跟我朋友講說 政治人物的保鮮期很短 那不錯 他其實看滿透的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什麼選擇 從3月以後 過完年以後到4月 你就看他逐步逐步在做加溫動作 那個加溫到最後就是選總統 這就是韓國瑜 這就是韓國瑜 所以其實你說 他現在沒有想 但是他畢竟也沉疾了一段時間 那下一次搞不好 又有一個什麼機緣巧合來臨的時候 一翻他又上來了 然後又重新 哇有一個新的保鮮期 搞不好又再創他人生的更高顛峰也不一定 休息一下待會繼續談 歡迎回來我們看到這個國民黨的路線的問題 的確討論了非常久 那這件事情其實對於國民黨來說我覺得滿重要的 因為路線上面的選擇問題 使得國民黨的整體的政黨支持度 看起來長期至少在過去一年時間以來 是遠遠落後於民進黨 但是因為黨主席朱綠倫 他在選黨主席的時候的承諾是說 他要在一年之內 政黨支持度要超越民進黨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沒有這樣的跡象 那再加上說這個禮拜又有 余北辰他退出了國民黨這樣的事情 這就會讓大家覺得說 國民黨的路線看起來 真心真意的要選擇走一個深藍的路線 因為余北辰他有很多對於國民黨內 有批評的這些言論 好 我想先請教一下司高 就是說余北辰的退黨這件事情 在國民黨內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小風暴嗎 基本上因為余北辰跟國民黨裡面的人 大概接觸的並不是很多 可是他是黃復興系統的 但是接觸的也不多啦 真的喔 也不多 他過去並不是黨務人員嘛 也沒有長期從事黨職 他是退伍之後才像義務幹部 我先給大家解釋一下 這些都是義務幹部 平常就各有各的工作 然後把這個黨部有活動的時候 就幫忙出來幫忙這號召一下 所以就是義務幹部 其實他並不是真正的黨工出身 再來他在國民黨裡面的路線的部分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路線 他說你們國民黨現在都不反共了 我否認這個講法 我覺得余北辰不必把自己往臉上貼金 自己是這個時候 其他人都是另外一幫 我覺得他這種講法 一刀切的講法 基本上我不能接受 因為我個人也反共 OK 你說我外面深藍淺藍 一般認為我大概就是比較倾向中間的 你是有前藍 很想買 這是經濟藍 經濟藍 明義黨也很多這個經濟率 也很多 這種經濟率也很多 所以其實每一黨都一樣 都是彼此看鏡子 都是彼此看鏡子 所以我覺得 許北辰我覺得今天他的理念不同 或也許他常常上政論節目 然後被洗過去了 或怎麼樣 不管 就是我也不會罵他說為了3000塊出賣靈魂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選擇 如果你選擇那條路 你就不必去罵別人 就是說對不起我今天開始我已經就退黨了 因為我自己的人生規劃 我自己的想法跟大家不太一樣 或是我更海過天空 我覺得就這樣就好 你不必去拿一些其他的事情 去來墊高你退黨的這種道德跟光環 OK 那每天 每過去政治三四十年來 今天退A黨 明天退B黨的人多得很 多得很 那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出來罵一下的話 我倒覺得那正常就不必有朋友 可是會不會對於社會上面 對於這件事情看到的印象是說 對國民黨的路線選擇上面 的確是再度的往生來那邊走的 因為許北辰在國民黨裡面 並沒有造成什麼路線討論的風潮 他並不是國民黨的任何的領導者 或是在很多的討論上面 他並不是站在攤頭 他最多就在政論節目裡面 發表他個人的想法 甚至我覺得到後來他的想法 他也不代表藍軍的想法 只是他代表他個人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 許北辰當他被罵很簡單 很出生今天民進黨 一個民進黨黨員退黨 也一定會罵貝骨吧 貝骨仔吧 這個本來就是很正常一個情緒反應 所以我覺得 余將軍不必對這種情緒反應太在意 你本來就被 離開了一個團體 本來就會被罵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他說 他的家人受到生命威脅的時候 國民黨都不關心他 對不起 我也是國民黨員 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被恐嚇的話 趕快去跟桃園市黨部報警 他有報警 然後找出那個恐嚇他的人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重要 因為坦白講 我身為黨員還算是黨的幹部 我都不知道他被恐嚇 所以如果他早點跟我講話 我一定全力致他報警 好的 我們還要看到下一張 都跟國民黨的路線有關 因為下一張是這個黨主席朱立倫 他說他要射三支箭 然後目標是要中間選民及年輕人對國民黨有感 這件事情為什麼要跟余北辰的事情連在一起講 就是因為余北辰罵國民黨說 你們都沒有在反共了啦 你們已經偏離了這個路線 那也因為偏離這個路線 使得比較中間的比較淺藍的還有年輕人 其實對於國民黨的支持度是越來越低的 可是現在回過頭來 黨主席說 嘿 我要射箭囉 那所以韻峰你怎麼看 你要不要給助力人建議 到底要射出哪三支箭 年輕人跟中間才會回到國民黨 像這種先射箭再畫靶通常不會成功 所以如果是我的政策 哪有這樣人家靶就是中間跟年輕人 如果你是中間選民 我為什麼要被你射 對不對 他說我要爭取婦女票 你當大家都是笨蛋 站在那邊給你射 除非說你做政策性的討好 那種叫政策買票 不然的話 政策買票大家也會看 你這個是為了討好我 你拿國庫的錢來花 或你拿黨庫的錢來花 不對 所以通常他想出這句話的時候 就已經偏了 所以中間選民在介意什麼 他難道需要你國民黨來幫我嗎 他不需要 他說你路線主張是什麼 我覺得對我有 我覺得我可以認同 那我自然就會支持你 所以如果你說我今天為了討好你們 那所以我提出了這些東西 你去看哪一個東西 因為你叫新世代 我就新世代 你趕快拜託你來 那個便當錢要給他們 你叫做中山獎學金我就要來領 他們講中山誰是孫中山 他可能還不一定知道 所以這些都是蘇立倫已經走到 我認為他對黨的主張 國民黨的方向 他並沒有一個大的定見 其實現在你要去看國民黨可以做什麼 他說對兩岸 對國際 對經濟 對產業 那些才叫中間 那以前民進黨即使執政 包括陳水扁時代 或蔡總統的第一任期的前兩年 這四個要項 你去做民調的時候 民進黨還是輸國民黨 現在國民黨是全面潰伴 那內政他們縣政 他們縣市長多 也不一定贏民進黨 因為我們中央做得不錯 所以國民黨應該去思考是路線跟主張 而不是告訴你說我現在要去討好誰喔 這個就跟算命的一樣 算命的說你來 你要問什麼就是你缺什麼 你要問財運就是你欠錢 你要問感情就是你沒有男女朋友 你的婚姻不順利 現在告訴你說我要 我要中間選民跟年輕人 這表示什麼 國民黨現在就缺這兩塊 但是明講說我就缺這兩塊 我要討好你們 反而這兩種人最不屑的就是這種 你擺明的是要來買票 你擺明的是要討好我 如果那種人就被你買走 還叫什麼中間選民 那好尷尬 他搞錯了 那好尷尬 這表示他已經是一個傳統的政治人物了 你一眼就看穿人家 可是人家可能要選 我們當幕僚那麼久 韓國瑜會講說 我就是來討好誰的 沒有嘛 人家討理不言下志成敬 人家喜歡韓國瑜是 他是因為他善行嗎 不是 我要做好事你們來 不是 是因為我是韓國瑜 我韓國瑜講什麼你們都覺得還不錯這樣子 他哪有跟你韓國瑜哪有在講說 我要誰的支持 真的是朱立倫一樣多學著點 不過你剛剛講韓國瑜 我真的忍不住要講 韓國瑜那本書超好看的 因為裡面照片比較多 字比較少 然後很多那種金句有沒有 莫忘世上苦人多 要讓苦人快樂多 然後每一句都好讚好讚 講得好棒這樣 很有趣啦 我覺得那本書 難怪可以熊霸排行榜的冠軍一直都 霸榜 對一直在霸榜 我要請教一下東好了 他剛剛韻鵬 一句話就已經拆穿了他 就是你要射這個劍 你根本就搶不到這個票 那所以你怎麼樣看待朱立倫接下來的主席路 因為他說 一年之內要超越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度 而且 今年底的選舉 他要再增加兩席 因為現在國民黨是14席嘛 他說要16席 沒有16席我下台 真的喔 你忘記這回事喔 我忘記了 我都記很清楚朱立倫 那祝福朱立倫 不過因為國民黨的這個基礎是無敦意打下來的 這個必須要講 國民黨的這個地方包圍中央的基礎是無敦意打下來的 所以朱立倫要先守住 守住之後你才能夠再進取 那現在去講說是年底他是14 16還是會低於14 我現在還不太敢講 可是大的趨勢是對國民黨有利的 因為國民黨大部分都是要連任的 連任的縣市首長是很難打的 對 這是政治上的常態 那 乾脆對個人 對朱立倫個人的判斷 我怎麼講一句一件事情 嚴寬恆為什麼不會找朱立倫 2020年的時候 嚴寬恆跟朱立倫有一個MV 唱那個聽海 兩個男生唱聽海 對對對 但是那樣 你當年我很不喜歡 那個不喜歡原本不是因為他是藍的 是因為唱走音 是因為唱太難聽 是因為唱太難聽 歌選得不太好 因為你知道聽海的Key很高 對啊 然後他其實 他其實有沒有他本來要放的幽默 其實是有的 為什麼 陳真好像很難討好 因為他刻意選在蕭波 台中港那個蕭波派旁邊 對 去唱聽海 創意是不錯 聽說是朱立倫身邊的年輕幕僚 可是執行出來的結果效果並不是很好 當時有引起滿熱烈的討論的 對 因為唱走音 對 好 然後後來的結果怎麼樣 袁寬恆的落選 那袁寬恆的落選 當然不是因為跟朱立倫 可是用這個事情在講 我要講的是什麼 朱立倫老了 老了 我是覺得認為 我是直接認為朱立倫就較棒 他才62歲 對 可是我覺得他是老靈魂 他已經太老了 國民黨其實最大的問題 不是誰去當黨主席 是你要加速新陳代謝 因為你的黨年結果太老 那你看好誰比較能夠 加速國民黨的新陳代謝 我還沒看到 國民黨需要一 需要一 需要一 你把張思綱放在哪裡 之前比較明顯的 已經被新陳代謝掉了 因為張主席 我應該未來有機會 我那麼講 如果思綱他們這一輩 能夠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進入到立法院 那我覺得國民黨比較好 但是如果 我們黨